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我妈妈还是最喜欢什么呢 就是给小孩吃呢 就是放点排骨 炖排骨汤的时候 如果你放了这个以后呢 它会增添一种符合的现象 那个不是味精可以达到的 而且这个排骨豌豆芽汤呢 它是一个特别好的食疗方 就针对什么呢 小孩如果脾胃比较虚 他吸收不太好的情况下 我们就给他炖这个汤喝 喝了这个汤以后呢 孩子这个脾胃功能就建好 吸收特别的好 你看有一种孩子 他在长个儿的时候 他很容易抽筋 就给他喝这个 喝了以后呢 很快他就不容易抽筋了 我们就是说 在发这个豌豆芽的时候 这个豌豆是 它都特别好发的 还是我们要挑一挑这个豌豆 对 就怎么发啊 豌豆要注意好 豌豆很容易坏 就是我们要买豌豆的时候 一定要买当年的新豌豆 但是呢 很多朋友可能以为说 现在我们快到五六月份了 买那个新上市的青豌豆 那是发不了的 因为所有的种子 有一个休眠期 就是新鲜的时候 它是不会发芽的 它一定要休眠几个月 所以我们买当年的新的 大约你在秋冬季 就可以买到 当年的新的豌豆 是那个晒干的 你就买这种 这种新鲜的豌豆呢 才发芽率才高 然后我们也是泡它 这个要泡上一天 泡上一天 如果夏天你可以泡的短一点 泡十多个小时 然后我们也是跟 我们发那个 其他的芽一样 放在这个深的纱布 这样给它包起来 放在一个 能漏水的篮子里 每天给它冲淋两遍 这个要注意 每天冲淋的时候呢 我们稍微要细心地看一下 如果有坏的 就把它摘出来 给它摘出来 否则它会让 别的眼睛弄坏 比如豌豆就有这个特点 特别是夏天的时候 大家特别要注意 看到坏豆 赶紧给它挑了 那发出这么大的芽 需要多长时间 这个根据气温 如果夏天你一天 都可能发出来了 这个你要一两周的时间 才能长出来 如果你放在暖和的地方 它会长得非常非常的快